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20年8月7号 今天早上其实正准备谈香港起诉黄之锋 为代表的24个民主人士这个事情 然后想谈一谈川普禁止了抖音和微信 正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就是美国终于公布了第一批制裁的名单 就是制裁在干扰和损害香港自治方面 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的这些人 包括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 所以这个事我觉得我们还是首先要谈 其次其实我想谈一谈最近有一个消息 说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要在近期内访问台湾 那么两边当然是谈一些 跟公共卫生健康事务有关的这些方面的问题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美台建交的概率 现在在急剧的增加 有人在讲南中国海可能会发生战争的问题 发生热战的问题 然后还有人讲说美国可能会派出强拆队 去拆掉中共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那些岛礁 有可能被美国的军队直接强拆 然后有很多人在分析南中国海热战爆发的可能性和形势 但是我想美台建交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 要远远远远远大于在南中国海爆发热战这样的机会 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什么我一会儿会讲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现在美国和准确的讲不是跟台湾 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可能性在急剧的增加 一会儿我要非常详细的分析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谈川普禁止微信和抖音 包括蓬佩奥在演讲的时候提到要建立一个干净的网络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们还是先说一下香港 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最大的新闻 林郑月娥在前两天曾经有人问过她 就说美国如果制裁你的话怎么样 林郑月娥就是故作镇定的笑着说 她说我既没有想去美国 然后我在美国也没有资产 今天就公布了这样的消息 就是美国一共制裁了11个人 就是包括中共的官员 包括香港的官员 当然香港官员都是中共官员的提线木偶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然后包括港澳办主任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副国级的官员夏宝龙 包括中联办现在的主任骆惠宁 还有中联办前任的主任张晓明 然后还有一个是现在刚刚成立的 就是香港国安法刚刚通过之后 在香港成立的一个国安公署 他的署长郑彦雄 这个人刚刚履行一个月 现在也在制裁的名单之上 就这人实在是太嘚瑟了 一会儿我们再讲一讲 怎么回事 然后所有镇压香港民众的香港警队的人 卢伟聪、李家超、邓敏强 全都是在制裁之列 当然还包括律政司 还包括香港特首的一些内政部门的一些官员 都在制裁的名单上 当然这个制裁名单的话 可能有人觉得力度还不够大 至少像韩正、栗战书等等 现在还不在名单之上 但是我想说这可能是美国制裁的第一批名单 我相信随着慢慢的美国研究会有可能把制裁升级 香港这个林郑月娥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她没有想去美国呀什么也在美国没有资产 我要首先问林郑月娥一个问题 就是你手里面到底有没有美元 你只要有美元 美国就制裁得着你 除非你把美元都换成其它别的什么币种 因为美元是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 这是美国发行的 所以你只要手中握有美元 然后美国在制裁的时候 它是禁止任何人和你进行交易 那么你的美元转来转去的话 这也是在跟你进行交易 所以只要你有美元就有可能被美国冻结 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银行 或者是说跟你交易的那些人 他们可能那些银行机构可能会受到刺激的制裁 这都是非常可能的 然后就是说 我想说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对香港出台这种制裁的政策 比我们预想的可能会慢一点 但是我相信美国政府已经在加速了 因为现在香港对于国安法的真正的实施 所谓的国安法的实施 步子也是非常的快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香港国安法 跟它相关联的这种香港警方的活动 现在已经有五次了 一次的话不能说完全跟警方有关了 一次是推迟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就从今年9月份要推迟一年的时间 这个就是很显然是国安法出台以后 然后中共担心香港人用选票 把泛民选入立法会成为立法会的多数 这是第一个就是推迟了立法会的选举 第二个的话就是香港的选举主任 就是DQ就相当于是取消候选人资格 一共是取消了12个人的候选人资格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逮捕了郑翰林 应该是叫郑翰林吧 就是大概一共是逮捕了四个人 说是他们违反了国安法 这是在香港 然后对六个香港以外的人进行通缉 这是属于长臂管辖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他要起诉 黄之锋等24个民主人士 起诉黄之锋这些人使用的罪名是非常流氓的 什么罪名呢 说他们参加了今年6月4号在香港举行的六四悼念活动 说未经香港允许就参加了六四悼念活动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特别流氓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当年中共在通过香港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不是6月30号的时候通过吗 当时中共是说国安法是不肃及既往 所谓不肃及既往的话 就是说在国安法通过之前的那些行为 是不受国安法的追溯的 你6月30号通过的国安法 你反过来追溯的是6月4号的那个事情 这恰恰说明中共是毫无信誉可言的 是吧 然后这个事儿其实还有两个很流氓的地方 一个的话就是当时这个六四当天 本来是香港警方没有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就是不让大家在那集会 但是在六四当天的时候 香港的康文署已经发布了一个通告 就是说如果这个集会是和平的 警方只会到场维持秩序 也就是说明明就告诉你说这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反过来还要起诉人家呢 这等于是相当于你当时做的一个局 是吧 你看谁好谁不好看谁去 完了之后的话就去的人的话你就要起诉 是不是 这是第二个很流氓的地方 就是等于是之前做的一个局 第三个就是那天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到维园去的人的话 有的媒体说是几千人 有的媒体说上万人 还有说是几万人 但是几万人的话可能是分布在香港不同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几万人参加的话 或者几千人参加的话 那么他们按道理的说都是应该违法了国安法 你为什么起诉这个不起诉那个呢 对吧 就是你用的那个罪名的话就是参与 你还没有说组织 你只是说是参与 那天去的人多了 是吧 你为什么只起诉这么几个人的话 这就说明你的法律根本就不是一个 你准备严格执行的法律 也就是说你并没有想执法必言 如果你不想去执这个法 就是严格的执行把所有人全都抓起来的话 当然我并不是说是这样做是对的 我是说但是你选择性执法的本身的话 就说明你是一个人质而不是一个法治 所以你也就不要再提什么法律的什么神圣性 什么严肃性 什么公平性 这都不用讲了 实际上就是说中共中央领导人恨哪个人的话 你想怎么整 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香港整个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政府包括国安公署的署长 就是像什么DQ候选人 什么抓人 起诉海外的人等等 疾风咒语的一般挥出了一轮王八全 是吧 结果现在美国的制裁现在就下来了 那么这个效果我们再看看中共那边有什么反应 香港那边有什么反应 这个事说完之后其实我想说一下台湾这个事情 台湾我们知道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要到台湾去访问 我看很多人都在谈美国可能会比如说给台湾疫苗啊 或者是美国跟台湾在公共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合作呀等等 其实我觉得就是美国跟台湾建交的可能性 准确的说是跟中华民国建交的可能性极大的增加了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川普政府我们要知道川普当时上台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有非常多的不满 这种不满的话川普的表现就是想办法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改正过来 那其中比如说包括税收太高了 比如说和墨西哥之间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这个协议 川普贸易协定川普不满意 比如说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实在是太大 从美国这边看 逆差太大川普不满意 或者包括对TPP不满意等等 包括对巴黎协定等等 川普在一点一点的往回改正这些错误 我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 一般来说 一个美国人当了总统之后 他都希望能够在美国的历史上留下他自己的政治遗产 或者说是足迹 这个叫做legacy 那么像里根的话 他的legacy就是把苏联给整垮了 那就是一个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是吧 像罗斯福打赢了二战之类的 一个总统他希望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这个对美国总统来说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你是全世界最强大 最有钱的民主国家的总统 军事实力也是最强的 所以是很容易留下legacy的 作为川普来讲 他也担心什么呢 担心他的legacy被别人给改掉 我们知道奥巴马留下的legacy是什么 奥巴马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 就是奥巴马care 是吧 就是奥巴马医保计划 川普一上来之后就把他给干掉了 是吧 作为川普来讲 他也不希望自己的政治遗产 被别人干掉 那怎么办呢 川普有的时候他就会走到一个 让你没有办法去把他再走回去的那个地步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川普刚刚当上总统的时候 他就把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 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世界上三大宗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源的地方 然后他们都在争夺这个耶路撒冷 所以如果你要是把美国使馆牵到耶路撒冷的话 就表达了美国对以色列民族的这种支持 包括对犹太教的支持 所以当时川普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这个决定不是川普做出 是之前很多的总统他们都说 我们应该把使馆牵回到耶路撒冷去 但是他们都不敢 然后川普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那些左派的媒体就攻击他 说马上就要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 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响了什么之类的 但是川普不管那套 他就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你能把我怎么立 我迁过去之后的话 只要我迁过去之后 你不可能再把它再迁出来 也就是说川普做一些动作的时候的话 他要把这个动作做到你根本就没法改 你就根本就改不回去的那个程度 那么在对待中共跟台湾这个问题上 其实川普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要做到你根本就无法往归改的程度 那么如果假如说 美国和中华民国建交 当然现在只是卫生部长访台 那么可能下一步 我只是说如果真的要建交的话 那就是 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 然后再往高的话就是副总统 再往下的话就是总统或者是高层护房 或者是把 蔡英文请到美国去 然后再说美台建交的事情 走到那一步的话中间还有一些过程 还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 但是我相信川普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如果一旦美台建交 那么下一个总统 再上来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外交关系再取消掉 也就是说 这个政治遗产的话是没有办法再走回去的 有人说你这个川普根本就不敢 其实川普没什么不敢的 川普看透了所有的独裁者的真面目 所有的共产党国家的独裁者 都是世界上最怕死的胆小鬼 有人说川普这么做的话会不会引起 在台海的战争 我觉得根本就不会 包括现在在南中国海都不会 你会看到现在当川普在南中国海表现出这种 非常强硬的姿态的时候 中共在不断的后退 8月5号的时候中共的国务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在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 他有一句话的表述 大家如果要注意的话你会笑出来 他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 过去的话他都是态度非常强硬的说什么九段线 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神圣不可侵犯什么中国人民的意志怎么怎么样 现在不提了 现在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 完了之后的话跟美国说说我们对话吧 我们通过对话不要脱钩 我们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不要冲突等等 也就是说当美国展现出强硬姿态的时候 你会看到中共那边一定会back down 它一定会认怂的 王毅的话就认怂 就是正规的那种雾毛官方都告诉他们现在应该主要唱的是中美要合作 中美要 要和好这样的东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看到 美国人现在你在这认怂已经晚了 蓬佩奥不是讲了吗 要对中共要distrust and verify 要不信任而且还要验证 而且就是当时在7月23号蓬佩奥在 尼克松library 尼克松图书馆在演讲完了之后 就是我说的那个叫灭共宣言 演讲完了之后的话图书馆的馆长采访他 蓬佩奥特别提出了南中国海的问题 蓬佩奥说当年在2015年的时候习近平就跟奥巴马讲 他说我们绝对不会把南中国海军事化 话音刚落 奥巴马刚走 中共马上就在那开始建岛礁 完了之后修建军事基地 修建机场 把飞机给派过去 你讲的话根本就不算数 然后现在你再认怂再假装小绵羊的话 谁还会相信你呢 所以我觉得 当美国在南中国海展现出这种强硬政策的时候 中共马上就back down 而且我觉得美国一旦开这个头 假如说它跟台湾的外交关系不断升级的话 很多民主国家都会跟上 我刚刚看到一条消息 就在最近捷克有一条消息 捷克的参议院的议长 他准备在8月29号 大概现在还有三个星期 准备带90个人的 团 一个包机 去台湾 干嘛呢 跟蔡英文谈 他说我要跟蔡英文谈 除了谈一些技术问题 因为他跟台湾有一些经贸问题 有一些技术合作的问题 他带了一些科学家 带了一些企业家 然后他还带了一些议员 准备跟蔡英文谈 他说我希望我能够见到 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的院长 就是游锡坤 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捷克的议长 他承认的是你中华民国的 这个议长 就是相当于你的这个立法会的 相当于议长 我要跟他谈 他说我还要跟台湾谈 民主 自由 人权 还有 主权问题 他谈四个方面 他跟台湾要谈主权的问题 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就是说 中共这个就是会很不高兴 但我也要去 他说因为我的前任 那人好像叫什么卡洛加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本来也是要去台湾的 结果中共极力阻止他 就在他前任的那个议长 即将成行的前几天 那个人突然间死掉了 死掉了之后他的 太太从他的包里面 翻出一封信 这封信是中共对他那种威胁的信 然后他之前还曾经到过中国大使馆 和和中共驻捷克的大使谈过 具体谈的什么不知道 但是就是这个人 收到那封信是肯定的 完了之后的话没过几天他就死了 所以现在这个 捷克的参议院的议长他就说 他说他没有成行我替他去 他说中共极力的阻止他去 所以我现在我就更要去 8月29号的时候带了 一大堆人去 我想说什么问题呢 我想说如果美国在升级跟台湾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 外交关系的话 民主社会很快很快就会跟上 而且我们会看到就是 当然是他去的时候的话 他是这个 有人讲他是拉朋友圈的 就是这个 建立一个独立于国际卫生组织 WHO之外的那么一个 世界的卫生的这么一个 国际合作的 机构 包括美国包括台湾包括很多自由社会的话 可能都会在里面 美国现在我觉得川普的 这个策略就是 如果某一个国际机构被中共渗透的非常厉害的话 我就不带你玩 什么巴黎协定退出去 什么WHO退出去不跟你玩 我跟台湾跟这些民主国家跟这些自由国家我们站在一块 我们组建我们自己的相关的国际组织 是吧 联合国如果你要是被中共渗透的很厉害的话 那有的机构的话他也退出来 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什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完了之后WTO是吧 你不是被中共控制很厉害了 不行我不带你玩 我通过多边协议的方式的话我就可以脱离WTO 所以川普现在他做的很多事情的话是跟被中共严重渗透的国际组织之间 也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 那么我觉得他其实跟台湾跟这个中华民国建交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姿态 我相信如果他在 这个就是选举之前 假如说他那个 就建交了我们只是 大开脑洞的这样想一想 我这么说的话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今年5月7号的时候当时蓬佩奥有一个演讲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我5月7号做的节目 我把连接贴在下面 当时我就已经感觉到美国要全面提升对台湾的这种外交关系 这个层级为什么这样讲 是因为当时 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中已经暗示 美国准备建立一个完全排除中共的一个国际新秩序 在这个国际新秩序中如果你排除了中共的话那就不能没有台湾 所以我想说的是5月7号的时候当时我把那个链接 那个节目的最后的时候我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卫生部长访台之类的我觉得都是在 把这个东西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实现 如果川普真的跟台湾比如说要往这个级别 建这个外交关系的时候我觉得 台湾一开始就中共一开始肯定是观察 中共只会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骂人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不可能有别的反应了 肯定是骂人 第二个反应是军演 除此之外中共不会做任何其它别的事情 他们因为他们想等待 假如说川普没选上拜登上来了 那是不是 就是这个就不用打仗了是吧中共会观察 但这东西你拖的越久 对中共越不利 越变成继承事实对中共就越不利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那么 台湾这边提升这个外交层级的这个事情的话咱们就 暂时说这么多了咱们可以继续观察这个事 他的台美建交的概率绝对比南中国海爆发热战的这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因为孙子兵法讲过嘛 叫上兵伐谋 七次伐交 七次伐兵 下阵攻城 就是 打仗的话就是两国之间的博弈最开始是靠谋略的 然后的话是搞外交 现在川普做的就是七次伐交这个工作 他得把自由社会联络起来 然后的话跟这个台湾干 不是跟这个中共干 这是在伐交这个层面 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 然后的话才是伐兵 然后才是攻城 按照孙子兵法这么排列的顺序 所以伐交一定是在伐兵的前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他在南中国海 发生热战一定是在 在台湾建交 就台湾建交跟台湾建交的可能性 比在南中国海爆发热战的可能性要大 这个是我的观察了 这个我们往后再观察 那么第三件事的话呢就是我想讲 川普终于进了抖音和微信 这个已经是靴子落地了 之前咱们等了很长时间 他和前一天前两天吧应该是两天之前 蓬佩奥讲的那个清洁网络这个事情 是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蓬佩奥当时说美国要建立一个干净的网络 或者说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美国在重要的政府部门 包括军方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机构 它早就有这个清洁网络这个概念 这个是当时2014年的时候我做一个project 那时候我还在 这个社会上工作的时候 我就经手了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里面的话要使用一些网络设备 当时我们得到的要求就是这个网络设备一定要是 TA compliant 什么叫TA compliant呢 简单的讲就是美国它有一个信任国家的名单 你只有这些国家生产的网络设备美国才用 就是美国政府部门或者是美国军方它才用 那个名单我查了一下上面根本就没有中国 没有 没有中共国 应该是这样讲 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美国在一些重要的部门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我 去网络上搜过一次 美国当时不是NASA就是原子能一个什么机构 它就把所有的当时的Suncom 那个交换机全部拆掉 我们叫Switch Switch router就全都给拆掉 因为Suncom是跟华为合作的 是华为原来买的一个公司 所以呢 当时美国就已经把网络上的一些中国生产的设备淘汰 它不光是说是那个 中国的那个品牌 你只要是这个设备是中国生产的它就不要 它是达到这种程度叫TAA compliant 现在的话等于是美国把这样的一种 进网的这种思路 扩展到整个国家 就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实现 那么当时蓬佩奥提出了五个 干净的概念 一个是要干净的运营商 这样的话想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你在美国的话你就 别玩了 就把你们的那些许可 营业许可的话就取消了 Revoke your license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干净的 App Store 就是 那些实体 就是这个应用商店 这个里面像 微信这种就是 中共用来搜集 私人的数据 然后 然后的话 可能会用来监听美国人的 或者是盗取美国人信息的这些 App的话就不能够再进那个商店 你下载不了 你再到那个 Android或者iOS那个Store里面 商店里面去买这种App 买不到 买不到微信 第三个的话呢 是干净的这个 实际上是干净的手机 意思就说什么呢 就是我不会把我的干干净净的这个App 下载到那个脏的手机上 什么叫脏的手机呢 美国说的华为手机就是脏手机 这个事情对华为的打击会非常之大 因为 现在华为公司的很大一部分的营业额是来自于手机的销售 华为的那个一年的手机销售将近一亿部 9000万部手机 你一旦说华为的手机的话 你只要用华为的手机你就不能下载那些 一些App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如说Google Gmail或者什么其他别的 那谁还买你华为手机 你在美国我在美国在欧洲的话 我买一个华为的手机我连Google地图都不能用 我连Google Gmail都不能用的话 那谁还买你华为手机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华为的打击也会非常之大 第四个的话是干净的云 大家知道这个云服务 大家把数据都放在云上 什么阿里云 百度云盘什么之类的 你一放上去之后的话那个信息肯定就被中共拿走 你不要想说这个信息放上去之后 你有口令你能够怎么怎么去 保证你的隐私安全不可能 第五的话是干净的光缆 就是国际之间的光缆连接的话不让 中国的公司参与不让中共的公司参与 所以说我想就是它这种静网活动的话 其实是一种信息层面的脱钩 我之前在2月14号那天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那个节目里面我就提到我说 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你要想svive 如果一个社会想繁荣的话 想存活下去的话 你需要有四大流动性 一个流动性的话是信息的流动性 金融就是资本的流动性 商品的流动性和人才的流动性 当时我做了很深入的分析 2月14号那个节目到时候 我可以把链接放上去 那么实际上现在美国的话跟中国之间这种流动性 在逐渐的切断 包括比如说它加税就是切断商品的流动性 然后它比如说 对一些银行可能会进行制裁 那就是资本流动方面的切开 然后限制签证这个是人才方面的切开 包括把一些人 中共军方的什么背景的学生送回到中国去 人才方面切开 现在干净网络实际上是信息层面的切开 当你这四个层面切开的时候 两国就开始逐步的处在脱钩状态 会越走越远 所以我想说当川普下达这种行政命令的时候 就包括蓬佩奥讲干净网络的时候 它是一种中美脱钩的前奏 所以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并不是在讲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 我们从整个大的宏观的战略层面上 我们看到美国所采取的这些行动 都是一步一步的在 给中美脱钩做准备 那么这方面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包括比如说川普在禁微信的时候 他打击的其实不光是腾讯了 他刚刚发布这个行政命令腾讯的那股价一下掉到10%是吧 其实在那个 行政命令里面有一段话 大家有没有仔细看 他说所有和腾讯公司做生意的话都有可能受到这个禁令的限制 都谁跟腾讯公司做生意呀 腾讯公司在美国它是有很多 公司是把他们的股份是卖给腾讯的 像特斯拉就是5%的股份是属于腾讯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音乐公司还有一些什么游戏公司很多公司 他们都有腾讯的那些 股份 那么当川普说你只要跟腾讯做生意 那你就有可能在我这个制裁名单之上 那可能那些 公司的话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跟这个腾讯脱钩了 包括腾讯能够在美国的这个华尔街这个股票市场能够存在多久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得靠律师去解释了 因为 你买腾讯的股票的话算不算是跟腾讯之间有这种交易 是吧 这个就得靠律师去解释了 但是不管怎么讲 我想川普下这个命令之后的话 那是对中共那边打击是非常之大 在信息站这个层面的话 对中共是非常前有力的回击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三件事 一个是香港的事情制裁林郑月娥 还有一个是台湾这边 我觉得美台建交的概率在增加 第三个的话就是中美现在脱钩的这个趋势 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明显 好了那么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了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 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